大家好,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观战一把目前S1的雕刻家 呦,这把熟人啊 死铁哥 调香盲女,拥兵加武女 武女先大防布阵 等机子解封 这个阵布的就很完善了 这个阵还给到盲女 那你别说,这双弹飞轮盲女有点厉害了 这个地方 其实这块板子我觉得可以不下 这块板子不下的话 它有非常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 就板子下了呢 相对来讲 这直接又开始蹲了 好吧 盲女玩的可以的 这波等于说直接玩没了 但现在这波出来 雕刻家看了一眼 好像瞄到了足迹 抓应该还是继续要来抓这边的毛女的 只是他手里面技能带的是尸长 这边想要先踹一台机子 然后再看吗 没有踹 找到了这边的舞女 那我只能说这波毛女的一个操作是非常成功的 本来想的是硬6配合着八音阵硬6 但是呢 毛女这边选择了非常 哎 脱离卡点 哎,飞轮压住一个震慑直接打到二阶 震步的是非常好 但是这一波想要去跟雕刻家玩眼神 雕刻家说 我没看到毛女 我还能没看到你 对吧 把自己玩进去了 好了呀 再给了个二阶 我觉得佣兵不要来救了 佣兵跳护壁过来 好兄弟 讲义气 这边的话二阶雕像 崇高雕像先合一波 然后再来一波二阶 好 还有再来人 这是S1雕刻家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给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不要救的原因 因为这波是二阶了 这波是二阶了 整个打完就直接已经拉崩了 雕刻家顺势把这边的机子一串 对吧 随便踹一踹 不踹也行 不踹这边切技能放别的也行 切个船切个闪 让你救不下来人 两台密码机都在抖动 这边踹中间的 这么过分 抓了佣兵的人 还要把他的机子给踹没了 强盗啊 哇 这雕像 这崇高雕像合的好 好吓人 那边密码机还在动 那这里的话怼出去 刚才你消失没关系 现在 没有八音盒的支持 球人里面的话应该已经放弃了 铁王师这边也没有动了 就管自己修机子了 不太像还想再打 觉得这局应该是结束了 我们来看这边怎么处理这家盲女 手里面是三个雕像 用雕像压住起一刀呢 还是说直接一轮雕像伤害能带走 飞轮 咔嚓 好的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啊 这把的话属于是抓到了一波大机会 然后在这个大机会的基础上面 再打出了一波更大的机会 直接一锤定音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